HELLO 大家好 請 那我們今天來玩一下我們的獨自一人的貓咪大戰爭啦 那上一次基本上我們打贏我們的海蝶之後啊 我們這邊終於是開始了古代勇者系列啦 沒有錯 那今天的話呢 因為古代勇者系列算是一個新手還蠻好用的系列啦 所以這邊的話打算好不好 12177的罐頭 我們大概抽12000罐頭吧 我們來看一下究竟12000罐頭跟這14張金券能不能 把我們的超古代勇者抽到畢業 應該是有點困難啦 因為這個獨自一人的貓咪大戰是沒有必中的 那我們就直接二話不多說 直接給他抽一抽好不好 目前來說裡面有12345678 8個角色 我們的白鶴 就是我們的小宇宙 然後我們的猴穴 再加上我們的三宰子 還有我們這個龍弓獸 然後這個灰雞 淘太郎跟我們的小地藏 那我們就來抽抽一波 LASS GOGOGO 看一下有沒有機會 拜託拜託 究竟12000多克 唉唷 淘太郎第一隻直接出來 那大概是一個好消息喔 淘太郎一隻 沒問題 超能力貓貓 這個也沒問題 再來是我們的貓咪探測器 這個也沒問題 這是我們的真女貓 營養師貓貓 肉骨獸 唉唷 原來我這隻帳號還沒有抽到肉骨獸過耶 OK 沒問題 侏羅貓貓 然後魅磨貓貓 再來是 又是貓咪探測器了喔 重點是我們這次是用金券抽耶 有抽到一隻超級貓貓還算是蠻賺的喔 美容貓 再來是營養師貓貓 然後就沒了 沒關係 我們可以再轉個四張 來 我們今天就是抽乾所有好不好 我們最近在 唉唷 還不錯耶 白鶴貓 這樣的話我們基本上 快畢業了喔 就是超級貓貓貓 這邊我們有淘太郎跟我們就是白鶴貓了喔 不錯 喔 一直出貨一直出貨耶 龍宮獸也來了 美容貓再來是菩薩貓 欸 還蠻爽的耶 這樣我們基本上14張金券中了3隻好不好 那我們還剩下5隻好不好 繼續趁趁追擊 GOGOGO 好不好 哇 好猛好猛喔 想說1萬多賺的話 看能不能就是把我們這個系列抽滿滿啊 應該感覺這個機率的話 好像是蠻可以的喔 而且也不會說太難耶 魔女貓 在下面一位 這個是快泳貓 再來是人魚貓 完了 運氣難道都用到剛剛了嗎 哇 再來一個吧 揮葉雞或是什麼 那個猴蟹那些都好啊 才高敲 又沒了 超能力貓貓 沒有了 美魔貓 哇 這一次就GG了好不好 感覺金券是不是比較容易中啊 抽乾抽乾 來了 第30抽抽 看一下哈 這個是駭客貓 沒問題 獄宰貓 這是我們的舉重貓貓 在下面一位 喂 猴蟹來了 各位還有4隻啊 看來1萬多賺死再加14張金券看起來是能夠畢業喔 猴蟹沒問題再來營養師 他都沒有重複耶 這就是獨自野人貓戰的樂趣吧 好不好 都沒有重複了給你 還滿爽的 在下面8條貓 沒問題 在下面一位 我們生女貓 沒問題 在下面一位 獄宰貓 Nice 下面魔女貓 Nice 再來 喂 又來了 哇 這重複了 葡萄太郎 龍公獸又來一隻啦 但是前面有中到猴蟹了喔 所以這邊目前來說的話是剩下那個 揮葉雞 白鶴貓 還有我們小地藏 跟山崽子了喔 好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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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覺得有 大家覺得有可能嗎 我們可以在這個 一萬顆這個罐頭 跟我們就是十四張金券裡面 種到我們就是這個 骨蛋俑者系列全部畢業嗎 有沒有這個機會 魔女貓 我們要相信自己啊 我一直覺得他都不會重複耶 知道他重複了葡萄太郎喔 好的 舉重貓貓 下面一位 窗邊少女貓 橘 下面一位 這床又沒有還沒抽到過喔 魔女貓 再來 舉重貓貓 再來 跳跳貓 哇 又是淘汰狼 完了 我怎麼覺得開始難抽啦 你知道系列要畢業的話 最難就是會一直抽到重複的喔 再來是營養師貓貓 來了 揮葉雞 好不好 還剩下三隻 7677罐頭 剩下三隻 感覺丁有機會喔 而且感覺獨自一人的貓戰 他這個 機率好像就是 沒有那麼的那個跟我們那個 就是手機板還要那麼的那個麻煩喔 感覺起來啦 因為都不太重... 欸 剛剛我沒說 有沒有想說都不太重複就直接來個灰夜機了 拜託我們還差三仔子 還有小地藏啊 最重要的小地藏還沒出現啊 不能搜手啊 各位 短手弓箭手貓貓 哇 連續來灰夜機也是怎樣 哈哈 瘋狂來灰夜機 麥卡莉 御宅貓又來了 聖女貓 踩高翹貓貓 機箭貓 喔 這隻應該是目前來說我們IT版本最缺的角色了喔 因為IT版本那邊的話 那個恐怖的傳奇關卡的第二關就是我們那個 異星的那個羊咩咩有夠恐怖 好 再來下面一位 來了 我們還剩下幾次的機會了 究竟有沒有辦法達成呢 窗邊少女貓 下面 放浪兄弟貓 這隻也是我蠻喜歡的 肉骨獸 八條貓 跳跳貓 生占卜貓 來了 猴蟹 欸 猴蟹我們剛剛已經抽到過了對不對 哇 GG 有沒有小地藏跟那個山崽子啊 就差這兩隻啦 薩滿貓來了 就差小地藏跟 山崽子啦 那兩隻怎麼這麼難抽 夭壽咧 完了 倒數30抽的機會 有沒有機會 踩高翹貓貓 淘太陽又來了 完了 生女貓 看來開始進入了那個 輪迴了喔 這隻貓戰最難抽的地方 如果你要抽到B的話 你就勢必一定會抽到很多重複的喔 這是海賊貓 下面 肉骨獸又來了 再來是美萌貓 翻掌貓 欸 原來我這隻帳號還沒有翻掌貓啊 這邊抽到了 沒有問題 下面一位 這是我們的車輪貓貓 完了 完了 我覺得沒了 好啦 倒數第20抽了 來 只剩三宰子 哇 又是淘太郎 只剩下三宰子跟小地藏欸 就是不來啊 衝浪貓來了 車輪貓 短手弓箭手貓貓 復業機又來了 欸 來了 終於 剩最後一隻 各位 哇 今天真的是 很刺激捏 剩下最後一隻了 三宰子會不會出現呢 哇 兩隻小地藏 小地藏不錯喔 終於抽到小地藏了喔 好 八條貓 沒了 各位 好 我們這一次基本上的話呢 小地藏抽到了 淘太郎也抽到了 輝業機抽到 葡萄太郎抽到 然後白鶴貓也抽到 然後我們這個 猴蟹大戰也抽到 只剩下一個三宰子了 究竟這最後一個十抽 會不會出三宰子直接畢業 一萬多顆 賺賺 冠冠 跟我們就是十字盪金券 散滿貓 暖桌貓 麥卡莉 有沒有機會 營養師 拉麵王 麥卡莉 吐司機貓 哇 哇 看來應該是沒有囉 快要到尾聲了 各位 哇 小地藏 居然是小地藏啊 哇 好可惜欸 哇 滿滿的貓貓 好可惜喔 因為我們原本那個 真的好可惜 我們原本就是那個 原本沒有想到可以抽到這麽多隻啊 結果沒想到這一次 好不好 我們的古代勇者系列 真的基本上 快要全部抽滿了耶 你們去看 我們這邊有這個 淘太郎 輝業機 斗粒地藏 葡萄太郎 白鶴貓跟猴蟹 插一隻三宰子 好不好 插一隻三宰子 那這個系列的話 就非常非常推薦各位新手朋友們來抽的喔 因為這個系列的話 他的那個 角色啊 都非常非常能夠量產 我覺得是 還滿爽的 然後一階都非常非常好用喔 就是 就是很不錯的一個角色 然後 龍弓獸這邊的話 是我們就是那個打 黑色敵人的一個 很好用的一個坦克喔 所以大家的話 有看到我們的這個 古代勇者系列的話 一定都是要來抽一下 我們之前在那個 新出的那個什麼 新出的就是那個 剪蛇麻雀那邊的話 因為那個時候有畢咒 有跟大家講說可以來必中一下喔 所以大家如果有抽的話呢 應該會還滿爽的喔 因為基本上應該還算是 滿OK的 不會太難抽到的那種感覺 媽 我不知道 我是10抽就中了啦好不好 好 那我們今天的話呢 我們的這個 好不好 我們這個 獨自一人的貓咪大難症喔 今天主要來說就是抽一下 我們這個 古代勇者系列 那基本上我們這邊只差了一隻好不好 三宰子沒抽到 那大家有沒有預測成功了 有沒有預測我們這次 有沒有畢業成功 有沒有成功呢 我在講什麼 哈哈 反正就是這麼一回事了好不好 那如果大家 有更推薦的好不好 推薦我們這個 古代勇者系列的角色的話 你們可以在下面留言分享一下 你們推薦的是哪一隻 我們的古代勇者系列了好不好 那我們繼續玩到這邊 那我視頻再見囉 大家 掰掰啦